好,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 我将帮助大家一起来熟悉一下 在本阶段我们的乐曲当中 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节奏型 从而能够更准确的帮助我们 弹奏好这些优美的乐曲 在本阶段的学习当中呢 我们使用的都是简谱 所以这个简谱呢 就是用1234567来代替我们的 斗软米发苏拉西 所以这个在读谱认这个数字 认这个简谱上面呢 我觉得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 那么现在问题呢 就集中在节奏上面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 罗列一下我们在本阶段学习当中 将要出现的所有的节奏型 那么进一步准确的去掌握它 从而更好地运用到 我们的乐曲学习当中去 首先来看 我们的这个 我列出来的这个符号呢 是一个X 这个X呢实际上代表了 任意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任意的一个音高 它可以是DO 可以是SRE MI FA SO LA C 都可以 所以我们就不列举其中的某个音了 用X来表示我们任意的一个音高 好 那么我们的在唱这个节奏型的时候 我们用的一个发音呢 是DA 所以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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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这个DA 来表示我们的这个发音 好 这样也帮助我们 能够练习我们这个 节奏的这个弹唱 好 首先来看我们最基本的 最简单的一个拍子 就是现在出现的这个单音 一拍 这个一拍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带着大家唱谱的时候 它是这么呈现的 DA 比如说MI MI 或者SO 这就是一拍 一拍呢 我们发现它是一个 下去的这一个动作 和返回的这一个动作 两个动作构成了一拍 也就是前半拍 后半拍 两个这样的半拍 构成一个一拍 DA DA 好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节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发现 一拍里面包含了两个音了 刚才这是一拍里面只有一个音 好 接下来一拍两个音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在这两音下面呢 被加上了一道横线 最后我们会发现 下面加的线越多 拍子越短 下面加的线越少 拍子越长 不加线的 像刚才这个就整整一拍 好 接下来我们会发现 一拍里面是两个音 下面被加了一道线 我们如何去打它的节奏呢 DA DA 好 这个节奏形式 DA DA 好 这就是一拍两个音的 唱的时候是 DA DA 好 如果和第一个连在一起 它就应该是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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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拍一个音和一拍两个音 这是比较基本的 那么再接下来它产生一些变化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呢 出现了一拍三个音 一拍三个音 它并不是完全平均的 那我们会发现 这三个音当中 前两个音下面是两道线 第三个音后面还是一道线 那么也就是说 我刚才说了 被加了更多线的这两个音呢 它就变得更短了 更短的话 它就速度就更快了 所以前两个音速度比较快 时长比较短 最后一个音时长比较长 那么我们呈现的节奏就是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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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大家注意 前面是两道线 后面一道线的这三个音 呈现的节奏形式 DA DA 好 那么以此类推 我们看到 前面是一道线 后面两道线的这个节奏形呢 我们就要把它的速度反过来了 它就是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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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节奏正相反 第一个是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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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是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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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实际上都在这一拍 范围之内 好 再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从刚才的一拍三个音 现在我们又增加到一拍四个音了 一拍四个音就非常平均了 每一个音下面都是两道线 啊 好 那就比较平均了 前半拍也是两个 后半拍也是两个 我们呈现的节奏是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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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非常简单 这样一步一步递进过来的 再接下来出现的节奏呢 没有那么平均了 我们来看一下 啊 它的所呈现的节奏性应该是 DA DA 它不平均的 第一个音很长 第二个音很短 那我们如何来掌握这个长和短之间的比例呢 非常简单 嗯 这样的一个节奏性它是从之前的四个音的节奏性当中演变过来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我们之前介绍的啊 之前介绍的一个四个音一拍四个音的是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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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现在想要讲的是 DA DA 好 如果说我们把这四个音 第一个音和第二个音连上 第二个音再把第三个音连上 啊 也就是说当最后我的心里 呃 知道它是四个音的长度 但实际上我只唱第一个音 和最后一个音的时候 就呈现出我们想要的这个节奏了 什么意思呢 啊 我们看到我们四个音原本是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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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现在把这四个音中间两个音藏起来 只唱第一个音和第四个音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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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弧点的节奏 啊 当然它的节奏的名称 我等一下一个一个啊 再给大家介绍 我们现在主要先是看它怎么来唱准我们的节奏型啊 啊 好 所以这个节奏呢 因为它不平均 所以我们一定心里要有一个非常平均的啊 之前的一个节奏型的这个前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啊 哪些音是发音的 哪些音不发音的 心里很清楚 那么最后你唱出来才是特别准确的啊 我们这个节奏型 好 我们再复习一次 从四个音当中啊 我们把第一个音和第二个音啊 加了连线 我们一开始在乐曲当中讲过 被加了连线的这个后面这个音是不发音的 它的实质是保持的 好 第二个音和第三个音还是被加上了连线 第三个音也不发音 等于在这个节奏型当中啊 我们只发第一个音和第四个音 那么就是心里要把这个音唱出来 大啊 大 好 那么你心里有这个位置 再去掉中间那两个音 再去掉它的发音 我们就直接的呈现我们这两个音的时候 大 大 呈现了我们现在这个浮点的节奏 但是心里非常清楚 中间空了两个音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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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子的话心里非常清楚 嗯 才能得出准确的这个浮点的节奏 好 再接下来我们看到又是一拍三个音的节奏型 但是呢 既不是横线加在前面 也不是加在后面 而是前后各加了一个小横线 看一下这个节奏型 好 那么这个节奏型呢 我先给大家打一遍它的这个速度是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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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这个节奏型 那么它又是如何推散而来的呢 我们的依据前提依然是刚才一拍四个音的这个节奏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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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第二个音和第三个音加上连线 我们看到 也就是说第三个音 不发音了 但是实质它的时长保持 我们来试一下 它就变成了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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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演变为 大 大 大 好 这样的话你心里有那个 有那个音隐藏在这个节派当中 当你去打的时候就特别准确 所以一定要借鉴它的前提 我们从四个音 第二个音和第三个音被连了之后 直接得出我们现在这个节奏型 成为 大 大 大 好 那么一会儿它们分别都是什么名称 我们等一下再一一为大家介绍 在接下来呢出现了之前没出现过的一个符号 或者说一个数字 那么是一个零 这个零呢在这儿肯定不能说是零 在这儿呢它是空拍的意思 就是这个拍没有音 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空 我们在唱谱的时候 我们称它为空 大 空 大 有音时候我们唱大 没有音我们唱空 所以这个空 我们会发现它和后面的拍子 各自占了这一拍的一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跟前面一拍两个音的时长是一样的 但是要把空的这个名称要唱出来 那么它呈现的是空 大 空 大 就空的时候没有 大的时候我们要去弹 或者去唱 再接下来这个呢和它是一曲同工 只是后面 前面空了之后后面呈现的是两个音 那么这两音就比较密集了 唱的速度相对快一点 就变成了空 大 大 好 再接下来呢我们发现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节奏 我们来唱一下 大 大 这个占了两拍了 刚才我们所有的节奏都包含在一半 一拍的时长之内 现在这个出现是两拍 大 大 那么这样的这个又是长短不一的节奏呢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前提来借鉴 这个前提我们发现它就是一个一拍 一个音和一拍两个音共同构成的两拍 原本它的拍子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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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拍的音和一拍两个音当中的第一个音被加上了一个连线 所以我们被加上连线之后这个后面这个音是不唱的 那么它呈现出了节奏就变成了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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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把这个声音再把它虚化掉 就是大 大 好 这样的话就得出我们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所以心里一定要知道它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好 所以这个节奏形它是占了两拍 唱起来是大 大 大 好再接下去呢就相对都比较简单了 比如说大 这一个音延长两拍 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这一个音如果特别长的情况下呢 它会在后面加一个小横线 小横线越多拍子越长 所以这个时候常用的我们会这个一拍后面加一道小横线 它就是两拍 大 一定要唱完两拍 好再接下来就是后面延长了 有三个小横线一共占四拍 心里一定要把它的时长唱足了 大 二 三 四 通常 我们也会在曲当中 句尾的时候 或者一个乐曲的结束的时候 通常会有这样很长的拍子 所以我们心里要清楚 并且唱的时候不要通工减料 每一个拍子一定要把它时长唱足了 好 好 那么我们在学习到今天会发现每一首乐曲前面都会有一个拍号 就是一道横线下面一个四上面一个二 或者下面一个四上面一个三 或者下面一个四上面一个四 好 这我们就称它为四二拍 四三拍和四四拍 好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四呢是代表的是我们一拍的时长 它称为四分音符 这个呢属于比较专业的一个音乐知识的范畴了 我们在目前初学呢我想大家不用去探究的太深刻了 我们现在就是记住它的一个名称称为四分音符 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打的拍子 大就是说一拍 我们呢在学术用语当中称它为四分音符 目前就记住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好 就这一下大就是四分音符 好 上面这个二呢就表示 就是这一小节我们看到小竖线啊在取的当中 这个小竖线就是一个小节 所以这个上面这个二呢就是一个小节当中包含了两拍 也就是包含了两个四分音符 所以这个一个竖线里如果是两个四分音符 我们之前的拍号呢就记录为四二拍 一个四一个二 然后如果这个小节线当中呢包含了三个四分音符 就包含了三拍 我们这个拍号呢就记录为四三拍 下面永远是四上面二或者三 好如果这个小节线中间包含了四拍 那么我们这个之前的拍号呢就记录为四四拍 上下都是四 好所以这个呢其实如果大家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其实可以以我们的一个一个谱子 大家翻开我们的谱子 我们的第一首乐曲《笑江湖》 大家看一下 看到我们竖着的小竖线就是我们的小节竖 这个小节竖中间大家发现 它是不是都是两拍呢 所以它之前的拍号呢标着是四二拍 好然后再打开我们往下翻 看到我们有一个大长筋的这样一个乐曲 看到哈 那么在这个乐曲当中我们会发现 小节和小节之间它都是三拍 于是呢我们前面的拍号 大家会发现标的是四三拍 这就是一小节三拍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翻 我们看到茉莉花的这个歌曲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每个小节数当中都是四拍 都是四拍 那么这个时候拍号呢标的是四四拍 好所以也就是说通常在我们这个学习阶段呢 这样的四二拍四三拍四四拍 基本上已经完全足够我们这个旋律的这个技补用了 所以大家只要把这样的一些拍号啊 这样的谱利能够熟练准确的读会的话 就非常满足我们这个阶段的学习了 返回我们刚才所罗列的这些节奏型 我们还要记住它的节奏名称 因为在这呢我们明白什么是四分音符了 所以实际上返回我们的名称当中 因为它都涉及到这样一个 这个四分音符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刚才我讲到 我们打一拍一个音一拍一个音就是四分音符 好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刚才为大家罗列出来的这个节奏 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节奏 这一个音就成为四分音符 大 好当下面被加了一条线的时候 我说了它的时长被缩短了速度加快了 每一个音缩短了啊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一拍里头包含了两个音 这个时候当它缩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它的名称啊就加倍了 也就它就被称为八分音符了 所以呢一开始一拍是四分音符 当一拍成为两个音的时候 它就被称为两个八分音符 所以大大被称为两个八分音符 啊我们慢慢的把它记住 第一拍一个音大是四分音符 好一拍两个音下面加了一道横线 我们称为两个八分音符 大大 好以此类推我们会发现出现三个音的时候 底下呢开始加更多的横线了 也就出现两道横线了 可是这三个音不是平均的 有的是两道横线有的是一道横线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接下来这个节奏型当中 大家看到前两个音下面加了两道线 最后一个音后面还是一道线 于是我们称为前十六分音符 简称前十六 前面是十六后面是八 它的全称是前十六后八 我们就简称前十六 所以大家就再加了一道横线 它等于它的数字又翻倍了 所以从刚才的四再到八 现在是十六 目前为止我们也就最多用到十六了 所以大家就这几个数字还是很好记住的 那么这个节奏型呢就被称为前十六 大大大 好接下来反过来了 前面是八分音符 后面两个十六分音符 那么我们就称为前八后十六 简称后十六 大大大 好然后再往下看的 大家看到我们就是一拍四个音 就全部是两道横线了 那么也就很简单了 我们就以此类推就称为四个十六分音符 它的名称就称为四个十六分音符 大大大大就是四个十六分音符 好那么再往下走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一个符点的概念 这个符点的概念呢因为它下面是以一道线为主 那个长音我们是大大 长音呢是一个八分音符加了符点 所以我们称它为八分符点 因为是以八分这个音符为主的加了符点 我们称它为八分符点 大大 好再接下来 好看到我们这个 这个呢是大大大 刚才我们讲解过它的节奏型了 那么它的名称呢称为小切分 那么切分音型呢一般来说前后的这个音长呢都是不均等的 好我们来唱一下 大大大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从十六分音符如何被连线而来的 大大大 所以大家就记住了 这个被称为小切分 因为将来我们有占两拍的大切分 这个回头再说 因为现在我们暂时还用不到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 我们在一拍范围当中的切分 我们称为小切分 大大大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在空拍的这个空大 这个大家就自己明白它的这个节奏特点 它实际上是一个空 休止八分 实际上就是休止八分 空大 再接下来后面是两个音呢 是空大大 就是休止十六 休止后面加两个十六分音符 好再看后面 大大 这个我说了它占两拍 所以等于是一个四分音符 将两个八分音符 然后中间被加上了连线 好 拆开了它非常简单 连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的四分符点 刚才我们前面出现了一个八分符点 八分符点我说了 因为前面这个音呈现的是一个八分音符 带符点 所以成为八分符点 现在前面出现的是一个四分音符带了符点 所以它被称为四分符点 好唱起来是大大 好再往下看 就看到了我们一拍 然后后面加一个小横线 是让它占了两拍 这个呢 呃我们从前面一拍是四分音符 现在往下减数字了 它就称为二分音符 大 占两拍 大 在曲子当中一定要唱足了 再往后看 一拍 之后加了三个小横线 那就是本身占四拍的长度 我们就称为 这是最长的了 一小节当中 我们就称它为全音符 好一定要唱足 大 四拍 你可以心理数数 大 二 三 四 这个在乐曲的句尾 或者是整个乐曲的曲子的结束的时候 使用的非常多 所以不能偷空减量 一定要唱足了它的解拍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能够来复习一下 我们所有的节奏的这个名称 在本阶段的学习当中 会不断的出现以上这些节奏型 好 首先呢 要准确我们以上罗列的这些节奏型 其次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们的名称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练习的方法 就是将我们刚才所有罗列的节奏呢 连起来 做一个拍打的练习 我带着大家一起试一下 我们把刚才这些节奏 都连在一起 好 右手呢一定要打拍子 好 一起试一下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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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 这就比较全面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拆开了 或者连在一起 反复的锻炼我们这样的一些基础的节奏型 那么以上所有的出现的节奏型 就是我们本阶段在乐曲当中经常出现的 希望大家每一个都能记住它 并且准确的运用它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完成我们这些优美的乐曲了